我又沒有很特別地去 不行,我一定要拿回口氣 所以我出國 希望帶到一首跳舞的作品 在廣東話歌裏面 為何我不在一個幸福的家庭長大 我想我的家庭背景 都帶給我這種自成能力 因為我的家庭背景 令我知道我必須要很努力 M730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Colla的心靈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第一首solo的作品 Spiling 其實是演唱會之後 十幾天左右 阿維有一天就傳了一個demo給我 我聽完 我說你聽這兩首歌都挺適合你的 有一首快歌、一首慢歌 我聽完這首快歌之後 我就覺得很棒 很有畫面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知道 其實我們每位成員都可能會出 所以只不過是先後次序的問題 可能剛好這次有一首dame 跳舞很適合我 那是任性心靈就走出來 我就說 但是我真的想出快歌 因為我覺得我跳了沒那麼久 我很希望我第一個作品是跳舞 而且我也很想用廣東話做一些跳舞作品 因為作為一個跳舞的人 我也想為廣東話的跳唱 提供多一首選擇 即是孤主一閘 不行 我要出快歌 因為T媽幫我們監 T媽是很聰明的 她很懂得如何 將你的潛能發掘出來 她經常叫我囂張 我已經最囂張了 你真是不乖 一點也不囂張 你現在只有20%囂張 我想起一些電影 一些比較凶狠的角色 例如QBill 或是杜姆者羅拉 或是一些比較煞氣大的古惑仔 其實很多林武田這份詞給我 都提醒了我 提醒了我自己 有時候做自己 其實是可能效果更加好 可能人家都不太介意你做自己 或者其實你做好自己要做的部份 你做自己是沒問題的 除非你自己的部份未做好 就算我在一個幕前做很多不同的作品的時候 不要迷失了 都要做回自己 我才會做到一個屬於我自己的作品 因為如果我要扮演不同的東西 或者做很多人設計去考量很多東西 其實我的作品就失真 當然有很多東西要考慮 但最重要都是自己的出發點 堅持自己的理念 和自己的想法先走 例如剛開始入行的時候 那些訪問我都是這樣 一綠木的坐著 然後看電影也不太敢走 因為我不習慣有鏡頭 有燈照著 然後他人就硬了 有些時間是挺緊張的 就是很擔心做得不好 或者很害怕會有錯失 所以就很硬 所以就都有跟經理人商量 就是我覺得 其實我緊張了些甚麼 我又沒有做錯些甚麼 不需要那麼緊張的 我就是要接受自己有不同的一面 接受自己有好又不好 有可能肥一點又瘦一點 都是我來的 不需要太介意 有些朋友DM我都有這樣說 但我自己有沒有覺得說 要不要爭氣 我又沒有很特別去 不但我一定要爭口氣 所以我出國 這個不是我出國的目標 我覺得我出國的最重要目標 是出一個好的作品 試到一些新的東西 我不太喜歡不斷重複的 因為希望帶到一隻跳舞的作品 在廣東話歌裏面 還有觀眾看完之後 會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玩法 他沒有甚麼反應 他沒有甚麼反應 他的反應是 噢 但他心裏面應該有很多反應 因為媽媽知道我弄傷 他都很緊張 很痛心 很多時他未必會直接跟我說 因為可能怕我正在工作 我已經弄傷 他又再問多幾句 他會不會令我再多些負擔 所以他都很擔心 其實我弄傷的時候 我都有點心悶 因為他跟我朋友說 他就說很擔心他會不會好不回來 可不可以不做這份工作 不如普普通通做這份工作 單身都沒甚麼問題 不要緊 不要做這些很容易弄傷 很怕影響到你健康 跟我朋友這樣說 我朋友都是安撫他 心靈做的事 最想家人支持 家人支持他就很開心 所以他就沒有跟我說 但我就知道 其實我自己的出身或經歷 不是特別慘 因為我覺得我只是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些問題 都不只是單親 其實雙親家庭 都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還有很多人都DM我 都結束了節目之後 很多人都說 我小時候都是這樣 是更恐怖 分享一些故事給我聽 那我就會知道 原來我做現在這個崗位 都是有一個 除了做作品 亦都有一個 和大家一起走的意義 那我覺得 都是我繼續走下去 或者就算面對什麼壓力 有什麼評語都好 我都可以繼續走下去的一個 原動力 如果幫到某些人 一兩個都好 我覺得都是足夠 做電台訪問的時候 有粉絲在上面 他就給了一張卡 我可以寫唱歌加油給我 他說他都參加了歌唱比賽 因為他說 我都很想努力去 嘗試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是一位女士 我跟他說 你可以 然後他看著 他跟我說 你也可以 我覺得很互動 很雙向 因為我覺得 有時 我給粉絲一個力量 他又給我一個力量 我覺得 這樣挺好 大家互相扶持 和互相一起 去向前走 因為小時候 很多事情我都沒有 我覺得 其實 很多事情我都需要 珍惜 不是老鳳會有 人家幫你 其實不一定 很多事情 你都要知道 不是那麼容易 就可以有 例如我們以前 小時候 我的成長裡面 是沒有錢補習 我真的要靠 就很努力去打工 儲起一些錢 或者去 以前 我會把帽子 畫幅畫在上面 賣出去 儲那塊錢 然後就去補習 很成功 當時賣了二十幾三十頂 每頂賣二百多元 即是你自己畫 對 在某個平台拍賣出去 後來有個公司幫我搞 但後來 因為要考高考 我沒有時間再畫了 但我都很開心 因為那時儲得幾千元 可以包起我一年的補習費 所以都是要靠一個 自己的努力 才去拿到一些資源 所以現在一有知道 我就很珍惜 小時候 會很羨慕別人家 可以去旅行 因為很羨慕別人家 在家裡會幫他交交費 我記得有一年是沒有錢交交費 沒有錢交交費 因為那些錢都拿去跳舞 那時跳舞已經給學費 然後三個星期沒有交交費 然後就被學長追數 然後我的房間就打給我 說 你為何不交交交費 你沒有錢交交費 為何不跟我說 我說 為何你會知道 學長打電話來 說你沒有交交費 我幫你交交了 你下次跟我說 我說 謝謝你 我不知道可以報答你 我還沒有錢 不要緊 你之後有錢 你再慢慢還給我 是這樣的 我這麼善心的人是這樣的 我又被他感染到 所以我有沒有很不中 很遠一些沒有的事情 我覺得去到大了之後就沒有 我想可能小學一點的時候 或中學前半段都有這樣的想法 但後來遇到很多很好的人 我沒有覺得自己欠些甚麼 我覺得自己已經很幸福了 最令我開心的是 我覺得是 跟所有人之間的合作 我可以跟我朋友 或者我喜歡我的人 還有一個合作 或者去跟親人有一個好的關係 其實感情方面 我覺得以前還沒有很準備好 我反而覺得 不是做哪一行 會否影響你拍拖的問題 感情關係是 其實視乎於當下 我現在這一刻 我覺得這個人 究竟是否已經是最好的自己 或者是很準備去迎接一個關係 我覺得以前還未到 以前有很多關係 其實我以前還未入行 都是分開的收場 自己還未夠好 還未夠準備好 這個階段 我想是 真的畢業幾年 因為畢業是很專心跳舞 因為很想快些成為一個專業舞者 之後那幾年 開始有感情發生的時候 好像有一點影響到 是否因為自己的家庭問題 而影響到自己呢 但再後期一點 就開竅了 就覺得其實不是 其實是自己的問題 成長背景 我覺得不是好 有一點點 但不是全部 因為以前有一段階段 會比較上是 負面一點點 也會很 為何我 不在一個幸福的家庭長大 是這樣的 但是長大了 才發現很多人 就算幸福家庭長大 也有很多另外的問題 我就覺得 問題不在你的家庭 是否幸福上 其實問題在你自己那裡 即是你自己 不太懂得 將一些問題 變成一個養分 或者是自己不太懂得 去珍惜自己擁有的東西 才會這樣想 我想我的家庭背景 都帶給我這種自成能力 嗯嗯嗯 因為我的家庭背景 令到我知道 我必須要好努力 而且我知道自己的能力 不是很高 不像別人那些很高天分 或者家裡很多資源 給我的人 所以我要每一件事都 要給別人更多的努力 才可以明白 所以一有這些問題發生 我就很想尋根究底 究竟知道 究竟一個家庭背景 原生家庭問題 對一個人有多大影響 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怎樣去解決這個影響 我就很想知道了 我六五五八就去解決這個問題 今度哪個人做的問題 今度哪個人做決心 你是誰 有個小協議 我想問我 要不要解決這個問題 甚麼人做vs 感谢观看